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卸任16年 梁振英卸任4年 近来他们都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点名涉嫌避税 在一份名为《潘朵拉》文件中披露 董建华在2005年先后设立7间海外公司 一间用作开设汇丰银行户口 处理约值100万美元流动资产 而他的家族则涉及72间境外公司 梁振英则是在镇内透过两间海外公司 持有日本业务公司的三成股权 而且改批股份被以750万台币出售 但梁振英从未申报 因此外界无从得知他卖股的获益 第三点方面我只可以说一下我们的申报制度 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健的利益申报制度 这个制度是适用于行会成员 以及最终来说 对于潘朵拉文件的内容 现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只愿对外回应 香港制度是信任申报人 不会检查监查或调查个人项目 梁振英在社交网站回应 批评相关报道炒作有控导成分 在报告公布前 梁振英就在网路回应 当年有申报持有的公司股权 并将所有股权交由信托管理 而且就任前就启动辞任董事程序 董建华则是在报告公布后 透过发言人回复 有关事情和他担任特首的工作期间 并无关系 不会做出任何回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